为应对今年最大洪峰过境 重庆市于8月18号 启动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一级防汛应急响应 20号 洪峰如期而至 记者实际探访多地救灾情况 20号凌晨1时 距洪峰抵达磁西口古镇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在古镇里经营了8年陶测店的任用和家人 还在店里转移商品 此时 莫过古镇的洪水边缘 距离它的店不到3米 按照水涨的速度 留给它搬东西的时间不多了 它只能选择先把贵重的东西搬到高地 减少损失 据了解 磁西口古镇在洪水到来前 便暂停接待游客 转移涉险居民和商户1600余人 但此时 在因洪水完全断电的古镇内 和任勇一样 在手电筒的微光中 沉默忙碌着抢搬物品的 还有几家商户 为了止损 他们争分夺秒转移物品 他们说 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大的洪水 我们现在就是在抢货物 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大的货物 因为我们是第二次搬运了 第一次我们是从福二楼搬到我们现在的一楼 然后因为今天得到通知一楼都要被烟 所以说我们要再把这个一楼的东西 再往二楼上面再搬 往日吸来人往的古镇主街 现在只能勉强通过手电筒光 看清脚下的石板路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行巡查 他们举着手电筒 正挨家挨户 排查是否还有居民和商户滞留 此气口古镇管委会文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鹏 告诉记者 目前古镇较高的地带 还有十几位留守居民和商户 工作人员在各个直收点 防止有人越过警戒线 随着水位不断上升 直收点也在不断向后收缩 有五百余人随时根据水位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直守 然后随时根据我们水位变化情况 对周边的居民商户 暂未撤离的要进行一个舒散撤离 同时还要巡查各个点 对水位的涨水情况 就是实际涨水情况 要给指挥部发送 让他们进行一个研判 在古镇较高的区域 留守的居民用床板和凳子 在街道旁搭建出简易的休息区 在照明的灯光中 有的人已经躺下 有的人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巡查完一圈 回到古镇外延的街道上 已近凌晨三点 市政管理人员还在搬移路边的防护栏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在直收警戒线 早已准备好的盒饭 却放在一旁 没有人动 此时 嘉陵江瓷器口水位达到了192.63米 为应对洪峰 各抢险救灾队伍 在重庆 长江嘉陵江沿线流域 严阵以待 20号凌晨 重庆江北区郭家陀派出所接到报警 86岁的居民刘大爷被困家中 民警李哲熙赶到现场发现 水已经淹没二楼 向三楼逼近 他和五名救援队员一起 克服晚上视线不佳 水流湍急 流向紊乱的困难 驾驶冲锋 采取固定绳索 用救生担架 将刘大爷从被困地转移至冲锋州上 无独有偶 在长江八南段 花溪派出所民警廖昌明疏散群众时 发现一老居民楼的七楼 还有一位腿脚不变的老人 廖昌明随即俯身 将老人背在肩上 一路小跑下楼 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消息 20号7时 重庆长江寸滩水位 191.51米 为1939年建战以来最高洪水位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此轮洪水已导致重庆26万余人受灾 除相关职能部门 安能集团重庆分公司 是消防救援总队等专业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 分布各地开展救援工作 1946年建篮 政府已定在宝室 守 Java